警告命令遏止耕燒 及時申請強化保護 充分保護不限性別事件 盡速通過耕燒法 警告命令遏止耕燒 警告命令遏止耕燒 及時申請強化保護 及時申請強化保護 盡速通過耕燒法 盡速通過耕燒法 好 謝謝各位 那大家先請坐 好 那麼今天保護犯罪被害人跟刀法立法不能等的民間堂鐵聯合記者會 那麼首先先請到淡保聯盟的召集人 同時也是民間財會董事長林永壽律師來發言 各位媒體小姐先生 我們希望保護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 是能夠保護被害人重要的法律 那我們希望第一個呼籲就是能夠迅速的通過這個法律 迅速通過這個法律 已經好像黨政也有協商 那應該很快可以通過才對 我們希望能夠迅速通過 那第二個我們希望他能夠有效的保護被害人 因為這個行政院的條文裡面有以性或性肥這樣的一個限制 來對於耕燒防治法的一些限制的保護 這樣是不完全的 不是完全的保護 我們能夠這樣的一個條文 等一下我想很多民間團體會再說明 那第二個我們第三個我們說要即時的保護 那個保護令如果說還要經過警察的書面告解 然後要經過兩年內有些人多的限制 那這樣的一個限制是不當的 我們能夠保護令 因為事實上你被跟踪騷擾有時候你也不知道 當你知道的時候你可能不是第一次 今天早上我看整間新聞 有一個畫面是說有一個女生他回家 然後因為有見識器 看到一個男生一直跟到樓 有公寓的比如說兩三樓 然後他進門關起來當然就沒事了 但是如果動作慢一點 如果又怎麼樣也可能再發生事情 那這個跟蹤騷擾防治法重要是因為 如果沒有處理好 可能會發生性侵犯陰案 或者其他的騷擾事件 我想這非常重要 所以那個保護令應該要即時 應該他有申請 法院應該在審酌才對 最後一點我們認為說應該對這些被害人有相關的當然能夠權益保障 那因為現在的環保協會 固然也很努力不過確實需要再加以改進 所以犯罪被害人犯保法 現在我們有一個草案叫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草案 保護也提出 民間也提出 很多立法院也提出 那這個法案有很大的更迭 那我們在這裡呼籲 能夠行政院現在因為還在討論 希望盡速討論完提到立法院來 那這樣的好的一個法律 然後有好的組織才能保護各種犯罪被害人 當然也報掛奔燒法的這個被害人 以上這是我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林檔宋律師 那接下來請台灣防暴聯盟的王沛領事長來問我們發言 謝謝董事長 我們各位委員以及各位民間團體的代表 以及各位老師們 以及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我想我是代表台灣防暴聯盟 台灣防暴聯盟長期以來我們就是關注婦女的保護 根覆你們的權益議題 那有關於跟蹤騷擾防治法 其實我們副團大概開始起草 已經不只是六年的時間 我們大概跟過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從這個觀念的引進來 再開始起草這個法案 可是呢 我們經過了幾次立法院的這個院會的這種任期 我們都還沒有通過 當時我們為什麼要推動這個法 是因為在我們民間團體 我們收到很多被害人的求助 可是這個求助 在目前的法律 並沒有辦法保護它 包括加暴法沒有辦法 包括姓庭三法沒有辦法 警政署所主管的社會違法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很多的案子 就來到我們婦女團體 可是我們也真的不知道該怎麼來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後來認為 一定要有一個跟蹤法 那最近我們就看到 今年其實讓我們這個法能夠廣快 很快的一個提到大會來討論 最主要是我們發生了一件悲劇 我們在今年的四月份 在屏東一個曾姓的曾小姐 她因為被後來這個嫌疑人 她幾次的跟蹤 然後最後那一次是跟蹤之後製造假車禍 然後後來騷擾她 我想這個案子是我們全體社會都非常的溫憤 那也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就非常的感受到 如果今天我們有跟騷法 她在前幾次被跟蹤騷擾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法律當時就有的話 也許她就不會發生這樣子的一個死亡事件 所以這件事件發生之後 我想我們全體社會都非常關注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各黨派的委員們 也在那個時候極力的促成 可是就是可惜了一點 就是在五月份的時候 在進行黨團協商的時候 因為剛好也碰到疫情 所以就有點耽搁 我們希望在這個會期 在這個會期 能夠儘速通過這個法 我們能夠讓我們因為這個事件被犧牲的 被傷害的這些被害人 我們能夠至少我們做一點補救 我們也預防這些事件未來不要再發生 那我們副團已經結合了好幾個民間團體 我們一直都有在關注 等一下我們副團 會把我們對這個法的最後的一些期待 來跟大家來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王佩玲理事長 那我們接下來請婦女救援基金會的 都應求執行長來為我們發言 委員主持人還有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婦女救援基金會 剛剛王佩玲理事長也說明了 其實這個法律就是過那麼久 其實沒有通過 那這個會期會期待過 因為附出了那麼多的社會事件 希望透過這個會期可以過 那我們這邊婦女救援基金會講的部分 希望好不容易警察 各位類似部他有一個 叫書面告誡跟保護庭的部分 那當時我們在做立法的時候 為了能夠讓被害人有及時的一些保護 所以希望有警察盡快核發的警告命令 就所謂書面告誡也可以很快的出來 那之後那如果被害人有需要的話 他可以同時去申請保護庭 不需要等到書面告誡兩年內之後 再去申請保護庭 因為有些案件其實是需要 比較危險比較重大的部分 需要及時同時再申請 那為什麼當時沒有要申請緊急保護庭 因為緊急保護庭他需要保院審 時間比較長 那許多的那個加害人 心操擾的一些跟蹤騷擾的加害人 他本身可能不知道他行為是不對的 那透過警告命令 我們所謂黃牌 他就知道他的行為不對 甚至對比較輕微 那如果比較重大的部分 很多被害人去報警 通常是已經被跟蹤騷擾了很多次 或是有可能有辦法遏止 他才會去報警 像這次的屏東案件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只有今天申請書面告誡 然後被害人要申請一定要持有 書面告誡的證明再去申請的話 其實這樣子會太慢了 所以我們期待書面告誡在核發的時候 那也讓因為法院申請保護庭需要一段時間 那這一段時間他就審理他一些狀況 然後進而去接著可以核發保護庭 這樣子才能夠給被害人要及時的保護 所以我們會希望立法院或行政部院 這部分可以重視這個議題 那是可以同時並行 那這樣才能夠保障被害人的安全權益 那部分副院會這部分很期待 這個法律能夠通過有很大的重大意義 是對於台灣的一些潛在加害人 或很多的民眾可以略略宣示的一些效果 告訴大家跟蹤騷擾是不可行的 只有犯罪行為 所以很期待這個會期可以盡快通過 謝謝 謝謝各位主席 那我們接下來請立心基金會的王月豪執行長 來為我們發言 坐好 那現在先請那個 蘇衛旅聯盟的張毅卓常委 是來為我們發言 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 先進大家好 本人請代表蘇衛旅聯盟 來這裡跟大家報告 那個因應現代新的犯罪的模式 還有我們的台灣人的生活方式改變 我們的犯罪的思考也不免於國際同步 從我們真實生活裡面 逐漸的延伸到我們另外一塊真實 也就是王國的世界 因此本聯盟因應這樣的新的狀況 我們因應而生 那根據這部法律 我們非常期待他能夠盡快的能夠立法 那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現在以台灣來說 整個那個犯罪保護 其實他是非常破碎的 那在照我們的角度來說 我們期待 就是這一整塊一整盤的拼圖 能夠盡快的一塊一塊的把它拼起來 那這樣子對於前提的人民來說 這樣子就應該會更有利益 那以本法來說 目前不足的地方 就在於說行政院本來他過於限縮 那對於他的對象的限縮 讓我們非常擔心他可能會疏漏一些 其實他在生活上是最危險 最容易受害的這一些人 包括因為他的年紀 他的未成年的身分 或者是因為他特殊的生活方式 包括可能是獨居 或者是數位的強烈的依賴者 那也包括他的特殊的生活的習性 比如說他是夜規者 夜班工作者這一些人 那以目前來說 政院本他第四條 一直糾葛在書面告誡 還有書面告誡兩年之後 如果再犯者才可以申請保護令 這個尤其不足 那與其糾葛在這裡 那我們的想法是怎樣 就是說現有的保護令 他的其實他的實際上 對於被害者的保護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強 但是如果以這麼微弱的這樣的保護 都沒有辦法再把他強化到這些被害者身上 那這樣子更顯得 更顯得這政府單位面對這一步法 他的保守之處 另外就是說 針對一個整個社會的這種暴力的 這種暴力的這個事情 其實政府他的後續 後續的整個的思考 其實也欠缺了想像力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短短的二十幾條 這個法案裡面 其實我們看不出那一種大盤的 那個整體規劃的這樣的野心 那包括說對於這一些被害者 或者犯罪嫌疑人 他的追蹤的機制也沒有看到 那對於這一些事後緊急通報機制 我們也沒有看到 那對於 對於特殊的人格 或者是特殊的社會關係的 後續的輔導機制 我們也沒有看到 所以希望這一步法 那個有萬一 有萬一各位委員的大力支持 讓他盡快的通過 那針對整個台灣的犯罪被害者的保護 尤其希望說能夠未來 能夠再跨一步 更重要 更完整的一步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剛剛選擇的一次 那由於邱委員後面有一個質詢 所以先請邱鞋之委 請您答應 謝謝 各位團體的夥伴 各位委員 各位美幾級的朋友 大家 早安大家好 那這個 十二力量的版本 跟行政院的版本 還是有一些 我們認為說 行政院版本有一些不足之處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緊急保護令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有很多的這個狀況 比如說 類似這個家庭暴力防治法下面 這個緊急保護令的狀況 他根本沒有辦法 尋著他所規定的這個循序漸進 然後去要求一個書面告誡 然後再有保護令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們的版本第一個部分 就是認為說應該要有一個 緊急保護令的制度 那在這個緊急的情況之下 賦予檢察官 警察機關 以及縣市政府的這個主管機關 有一個為被害人可以申請 這個緊急保護令的一個機會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書面告誡 如果這個警察機關 他不發書面告誡的時候 的救濟的這個部分 那行政院的版本 他認為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他只有在立法理由裡面提到說 應該循警察職權刑事法 去這個處理 問題是警察職權刑事法 他處理的大部分都是事實行為 那其實書面告誡 它是一個類似 在這個藥核化保護令之前的一個行政處分 而且他具有這個行政處分的 購前要件效力 所以這部分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也特別在這個 如果警察機關他不願意去核發 書面告誡的時候 同時賦予這個被害人有一個 提起這個救濟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休閒之委員 那我們現在請范雲利保委員 來為我們發言 我們林董事長 還有我們民間團體的代表 還有我立法院的同員 還有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想自從我去年2月進入立法院來 那根操法就是我的重點法案之一 那去年4月的懸答 到去年年底我提出我的版本 那到今年3月8號婦女節的時候 我邀請10位民進黨的委員 列入這是我們根操法 是我們要求保障婦女權益的 三大優先法案 那當然這過程中我也跟行政院多次溝通 那知道這是一個跨部會的部分 面臨到警政體系還有司法體系的不同的意見 那行政院承諾一定會做這個事 那不過很遺憾還是因為屏東的命案 所以行政院就是加快腳步送到立法院 那今年我們3到5月的多次的審查 跟協商的過程中 那我個人是全程參與 那可以跟大家講就是說 行政院版本的確像大家講的比較限縮跟不足 那在這個協商的過程中我努力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跨部會的整合 那這不是只是內政部的事 雖然他是主管 衛福部應該要納入被害人身心的治療跟諮商 教育部也應該有被害人就學權益跟學校的輔導 那還有補足這個不足的被害人保護 那剛剛大家談到了保護被害人的確應該是關注的重點 那我也努力促成協商的條文 納入更完整的被害人保護 那包含法律的協助 防治教育還有相對人處於計畫計畫等 並推動設立防治跟蹤騷擾推動的諮詢小組 希望能夠提升整體的防助 那剛剛我們NGO的朋友有講到 即時保護是所有被害人最迫切的協助 因為根據日本的實質的統計 警方只要可以即時介入 就可以壓制八成以上的跟蹤騷擾犯罪 所以我目前努力透過附帶決議促成 不論提告與否 警察都應該要立刻介入跟合法書面告誡 不能等到調查終結要起訴時才發 我並要求警方要設立被害人申訴管道 作為如果不合法書面告誡的時候 要有救濟跟補權的方式 那當然在這過程中我們也明瞭到 以我們婦女團體就性騷擾跟很多法案的經驗 如果警力不足跟專業培訓不夠的話 通過之後在落實上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也透過附帶決議促成這兩個關鍵 希望真的能夠杜絕憾事跟二度傷害 當然我知道其實附帶決議的力量不夠 其中有些目前是法條保留的狀態 所以這個會期我希望第一個 當然這個會期希望一定要三如通過 另外我也會希望把剛才我用附帶決議通過的 我們非常介意的法條 在目前委員之間有不同意見的情況下 努力促成他能夠以具體的法律文字 這次來保障我們被害人的權益 那謝謝 謝謝范雲委員 那我們先來請第1期基金會的王月豪執行長 來問我們他一位 大家好 我想我們婦團就是在承接很多的一個實際案件 事實上會發很多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未必是性跟性別有關 但是我們現在非常遺憾的是 行政院的一個這個版本 他是限說一定要跟性跟性別有關 但是事實上性跟性別是一個比較是一個動機的 你比較難以去直覺的判斷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性跟性別 他缺乏相對是缺乏明確的一個定義 或者是範圍 所以我們會非常的擔心是說 之後在這個的一個部分 會變成是說他在一個認定上 可能會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我們會期待是說 這既然是一個我們現在那個法令 是要用一個比較一個開放的一個眼光 那我們寧願收集更多的一個這個案例 那若有一些的這個缺失不足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定義更明確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修法 不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限縮了 因為像剛才提到說如果這個定義上不明確 警方他如果採取是一個比較是一個嚴格跟保守 可是他的這個有實質的一個這個跟燒的一個行為 那可能被害人就無法獲得一個這個保護 所以實際上剛才提到說 除了我們有這個告歉命令以外 那也需要有一個這個救濟的一個程序 如果說我們這個被害人當事人 他明確的感覺到他被根燒 然後心生他的一個恐懼 跟他生活上的一個這個困擾 而跟警方的一個認定有關係的時候 可以再加上一個救濟的一個程序 讓我們的一個整個一個保護 是可以更周延的 謝謝 好 謝謝王院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請賴向恩委發言 董事長 各位團體代表 還有我們幾位委員先進 因為我次時分要質詢 我想今天這個事情對我來講 要鴻衛第九屆的委員們感到很暴躯 因為原來在2018年 臨門一角是可以通過的 但是又過了一屆 那當時的原因是什麼呢 據傳就是說 解政署他認為當時 這個法案的重疊 案量太大 排擠這個治安維護 所以暫時不推動 就這樣子一過又是兩年 所以在這個今年 我相信發生一些社會的重大暗示的時候 重要法案還是會被提出來 那我想我們第十屆委員責務旁貸 所以在這個今年5月這個會期 林思敏委員幹任召委的時候 臺審之外 很多的意見跟剛剛團體的要求 我們都希望能從不代表裡面先去處理 那為什麼呢 我們也很擔心說 即使我們小黨 比如說我們或者是實力 一直堅持 像第三條要把性與性別這個框架拿掉 再者呢很多的這個警政同仁 跟警政署都會講說案量已經如何爆量 然後人力不足等等 所以事實上是不是說一個法案 在一個進步的價值裡面 跟實際的執行面之間真的是兩難 那我想我們能夠從這個角度去推進它 我相信是大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想第一個是有關第三點的這部分 是我很堅持的 所以當時這個是保留下來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那天在詢問大家的時候 我也特別提了 即使不要講一般的陌生人之間 職場上的耕燒 職場上利用職權做的一些壓力 新生衛護之後離職的工作也很多 那你這個形式上用性品刪法 毫無著力之處就要靠另外的一個 更能夠廣泛性的去容涵這些 處理一些這種被害人保護等等的一個法治 那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當時也希望這一條就保留到黨團協商 那我最崇拜的我們桂民委員 是這一方面的專家、行家 所以我相信在黨團協商說 我們要把這個很清楚把性與性別拿掉 然後讓整體上面國家面對於這種耕燒 本來就是不對的 那耕燒者他心理上面必須要被治療、要被處癒 可以類似家暴法來做後續的處理 而不是說我們對這樣的人 就把他當作社會的一些有害的對象 不理他這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間接性把一兩個有意義的做法 融進法律上面來執行 跟幾年之後再重新檢討 我覺得也是一個做法 那很謝謝大家的努力 我們希望這會期可以多 謝謝 謝謝大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 李頓民委員為我們發言 林理事長還有王理事長還有我們很多的民間團體 請容我就是不獨一的以稱呼還有我們立法院的委員 媒體公民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非常感謝施改惠還有明天團體 對我的肯定還有當臺的委員 那我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講 根燒仿製法其實我要跟大家講這個議題在立法院裡面沒有任何的政黨色彩所有的委員都支持這一步的根燒法能夠很快的一個通過 我在這裡並不是要跟大家談這個根燒法的哪個內容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但我們都知道為什麼一步沒有任何政黨色彩藍綠全部都認同那個法律 所以居然在立法院裡面它會過不了 其實我們回想在過往我在去年擔任司法法制召委的時候 我們就強力的推出我們認為被害人保護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它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與其在談哪個用字哪個用語行政單位不能夠接受 我覺得我們要把它再往上位一點點的概念來看 就是社會安全網的補破洞我們補了沒有 其實在場的很多的委員包括王婉裕委員還有剛剛賴湘麟委員 當然張其露等等各黨派的委員 其實我們在去年推出來就講對於被害人保護的機制該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一再的呼應一再的呼應 可是行政單位他就是不做 他事情就是一拖再拖才導致今天這樣的結果 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其實去年在同樣這個場地 3月8號婦女節的時候我們同樣的在這個場地 我們也舉辦了一個根燒防治 他必須要立即通過我們本來講是上個會期 應該要立即通過的一個記者會 當然在開過記者會之後因為林思敏委員 就是剛剛賴湘麟委員所提到林思敏委員 他是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所以他馬上排了這個法案 也馬上讓這個法案能夠逐一的討論 然後出了這個委員會 所以才會進到剛才前面講的別的委員講的 這個朝野協商的 那我們要提到的一個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我看到有民間團體來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只有在立法院裡面 即便不分黨派的委員都強力支持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行政單位他的橫向的溝通缺乏了 我們看到的是剛才有民間團體提到 就是警政單位他們覺得workflow太重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顧慮等等的 那今天我們最需要的 也最感謝的就是今天民間團體能夠一起出來 我們需要民間團體一起出來 我們才能夠讓行政單位 他能夠感受到民間的迫切的需要 因為這個議題他是全民的共識 他不是只有在立法院裡面的一個政治的議題 我們應該撇掉所有的一個政治的一個掛帥的一個想法 我們今天就是要共同努力 跟我們所有的民間團體來 我個人會認為其實要讓他先顧 一定要讓他先顧 因為一個法案已經拖了五六年之久 所以我剛才在會前的時候 我還特別的跟理事長說明一下 整個立法院朝野協商的過程 有很多的概念是你很想要的 可是也就因為這些的東西 他會卡在行政單位裡面 我覺得在過往裡面 我們跟司改會配合得非常好 我們即便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理事長知道我們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司改會的朋友們 也隨時的因為看現場的轉播 也隨時的會把他們的意見 提供給本院的委員 然後本院的委員 就能夠把民間的意見 所想要表達的意見 能夠在朝野協商的過程當中 能夠反映出來 畢竟每一個委員 不是因為單純的我們是立法委員 不是 我們所要反映的就是我們後面的民意 民意透過在任的立法委員 把意見反映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這樣的記者會 我覺得他特別特別的有意義 但是記者會 他應該只是一個開始 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秉持的 隨時可以聯繫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能夠很正確的把 我們民間團體的意見能夠反映出來 所以非常感謝施改會邀請我 能夠到今天這樣的記者回來 然後反映這個 其實立法院每一個委員 都支持這樣的意見 只是我們現在要怎麼樣子 努力的大家攜手合作 讓一個專法 雖然它不完美 可是最起碼 它可以跨出第一步 千萬不能再拖了 以上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請王婉玉委員來為我們發言 林理事長 然後各位先進 以及立法院的好朋友 大家好 那我想這個跟稍法的部分 其實剛剛提到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已經談論你非常多年 那我進到立法院之後 其實在這個從2020到現在 也看得及其的社會事件的發生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悲痛 那我們會認為說 我們過去很多法案 或是很多事件 我們總會說 等到悲局發生 等到事情發生 我們才來修法 但是更讓人遺憾或生氣的是 在於說 當事情已經發生 又發生的時候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 來真正的達到修法的目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部分 應該要儘快儘速來加速 因為我們知道 5月13號上 今天的5月13號 其實就排了超野協商 但是當時也因為疫情關係等等 沒有辦法再接續進行 但這個會期其實開義到現在 我們仍然沒有看到 把這部法案 排進去超野協商裡面 所以我們認為這部分 絕對是應該要儘速來進行 因為可以看到說 在場其實有非常多 今天這場其實會有非常多人 來參與 就是顯見這部法案 但它對於它的重視 它必要性 那我們自己也看到說 在過去幾個部分的部分 是時代力量的版本 也是我們一直持續堅持的部分 首先就是來自於這個 燈燒行為不限於性 或性別有關 為什麼我們會特別堅持這一點 就是在於說 我們看到一些個案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表態的狀況 然後男方跟女方示好 或是女方跟男方示好的情況 同時他們之間可能也存有接待的關係 但是呢 一旦發生這樣跟踪騷擾的行為 到底它會被定義為 與性與性別有關 還是跟接待行為有關 其實就會有爭議 其實沒有辦法得到處理 所以我們認為說 在這部分應該要來做脫鉤的部分 不應該因為這樣子 而限制性與性別 同時我們也看到說 國外的立法力 其實像美國加州的反跟追法案 或聯邦政府的反跟追模範 把臉都是沒有把這樣子的部分 限縮在這樣子比較狹小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部分是 時代力量的反跟也是 我們一直堅持的地方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在於說 即使申請保護力 應該要強化行政介入的手段 我們希望能夠有效的提供 有效的來做保護被害人的做法 那我們看到行政院的法案的 這個草案的第五條就有提到 應該要符合兩項要件 才可以來跟法院申請保護力 第一個是 警察機關必須要提出書面告解 第二個是 書面告解兩年內 仍然有跟蹤騷擾的行為 那事實上我們過去發生的 這些社會事件 有時候他其實事情發生的非常的快 那他其實並不是這麼突然 其實前面就有一些行為了 但是很多時候 前面的跟騷行為 剛發生的時候 被害人或是被跟蹤騷擾著 他不見得會及時來到警局來做備案 那如果說一旦備案之後 書面告解 書面告解就要等兩年 如果在這兩年當中 發生了這樣的悲劇 是我們覺得不應該看到的 也不應該是用這種方式來拖延 或是來避免 而來讓遺憾發生 現在的部分其實就是 我們非常堅持的部分 也覺得一概一概就在推動 所以時代令浪版本 有幾個特色 就在於說我們認為 警察機關與法院的介入 必須要並行 應該是雙軌的 當被害人跟法院 申請裁定仿制令的時候 並不需要 並不以先向警察機關 申請警告命令為前提 第二個是參考 佔法防治法的緊急保護令的設計 除了普通防治令之外 另外該要有緊急防治令 在必要的時候 能夠得以來 在警察機關這邊 來做個受理 並且來做執行 其實才有可能 在比較及時的提供 被害人有所保障 那當然除了更少法之外 其實剛才提到的是 從社會安全保障的概念 從被害人保護的概念 我們有很多法案 都必須要盡快來做討論 盡快來做執行 包括說犯保法 但最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的部分 也是我今天到立法院裡面 一直非常努力去推動的部分 這部分也是看到說 其實各黨派委員都非常支持 但是現在仍然沒有看到 院辦很多進來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部分 絕對都是國家 以及我們立法委員 應該要站在保障人民權益 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之下 應該要盡速來做推動的 所以也很希望 在這邊有很多的委員 一起來支持 我們也希望政院 能夠盡快來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盡快來提出草野協商 謝謝 謝謝王宇宇宇宇 我們接下來請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王秋蘭研究員 來為我們發言 各位委員 各位社團的夥伴 還有各位委員的記者朋友們 前天各位先進都講了非常多 對於法條在審查 或是學校上面應該要 我們的期待跟我們的期盼 那之後 那我要來講的是未來 那什麼叫未來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現在更操法的協商 其實已經只差最後的臨門一角 那剛才李貴民委員也很誠摯的告訴大家 他會期待這部法 趕快出立法院 趕快刪讀通過 那怎麼樣去落實這個法律的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立法最後面呢 最重要就是一些法條的一些 施行的細則也好 或是一些相關的辦法 處理的辦法也好 那我很期待是 在這部法 不管他出來之後 大家能不能覺得他是一百分的法案 可是我覺得我很在乎的是 他後續能不能被落實 能不能好好被執行 那他的這些的運作 能不能夠符合民眾的期待 能不能符合民眾的需求 那因為我其實剛才佩玲老師也提到了 其實民間團體在 特別是現在婦女基金會 我們應該算是在跟燒法的立法上面 是走的比較前面的一個團體 那所以其實我們從 然後從我們基金會這邊來提案 一直到後面我們跟很多民間團體 共同來合作 這一路上看到 我們會看到說 其實我們部團 我們是接觸到最多線的個案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處理的經驗 我是很期待說 然後再後來 再之後再做這個法條的協商的部分的時候 我希望說 可以幫我們民間團體列入後續 我們再做這些 施行細則也好 或是各種處理 實務上的執行跟處理辦法也好 要納入我們民間團體的聲音 要讓我們成為一個 就是被諮詢跟協助的對象 因為我們很期待我們可以幫忙 我們可以把我們個案的聲音 跟我們看到的一些執行層面上面 不管是法律上或是實務上 遇到的一些困難跟缺失或是一些困境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特別是是不是有可能在這個協商的過程裡面 讓它成為一個 修正的動議也好 或是說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以讓我們民間團的聲音被納進去 而且是可以 確實的被落實跟被執行 下一次我的評論說 謝謝 謝謝王柯南研究院 那我們接下來請 中央檢查大學刑事檢查研究所 林玉順教授來為我們發言 謝謝 董事長 以及各位實務先進 以及老師委員 大家 早安大家好 我是檢查大學的林玉順老師 之前我們很多委員 很多先進都提到這個 好的重要性 可是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 不只要看到現在發生案件的情況 其實我這邊有帶一個手板 應該是大家看得到 其實有很多人 有苦文是講不出來的 我現在有一個統計表 可以看出來 我們隔壁的日本 他這個法在兩千年的時候定 他一開始的時候 一第一年就有兩千多件 你看 後來一萬五千間 最近這十年 平間有兩萬五千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 很多 我們這個法 基點就要一些倡議 就是 很多的苦 很多的痛 被害人不曉得 家人也不知道 家人也不知道 家人不曉得 我們透過這個法律的倡議 讓他知道這種根燒 這種糾纏 其實是很痛的 那我們是希望是 我們不僅是看到就是說 好像中傷案件 然後被人在哭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問題 其實如果這法律通過的話 其實你看後面 一萬人兩萬人 這被人是暗夜在哭泣 然後更重要就是 這邊有一個表 可以看到 這一兩萬件發生之後 你可以發現 他希望警察趕快出手 就是大概 給黃牌 剛剛有一個警告的 大概有一千多件 兩千件 那希望警察去跟他制止 大概一千件左右 所以 你可以發現 這個 這麼多痛 這麼多苦忌 他很希望即使的忍住 我現在這一點是 沒有這部法律的話 我們剛才一直聽到 就是說 是不是行政院在擋 其實我 我可能要幫你們講一句話 其實大家可以想 可能這種 譬如說每天 幫你訂個餐 每天幫你送花 請你去警察報案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受理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 後面再講 因為沒有法律依據 他如果法律依據的話 他就知道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想 可能這部法律 可能要 不僅是對民間一個倉議 其實對執法基本也是很倉議 那他們知道 有這個法可以用 那沒有這個法 而去保障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 我們放到腳步講 其實 我們這邊看見就是 這個法 如果這一兩萬件 一開始沒有處理的話 我們看到後面就發生 剛才我們提到 像評論這案件 別人被殺 我們看這個統計 可以發現 這一兩萬件裡面 如果沒有即時處理的話 到一千件兩件 會變成洗濕案件 而且是重大的暴力案件 而且是重大的暴力案件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法 真的是 趕快要趕快通過 而且真的是 我們這個時代 大家對這個問題 沒有意識的話 可能後面悲劇 會再發生 以上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來請 張綺路委員 來問我們發言 好 李同事長 好 王理事長 還有我們各位民團夥伴 還有大家 林教授 各位大家好 我想其實這個法案 其實已經真的 談了非常的久 事實上 其實不是只在立法院中的延宕 事實上是整個我們國家的延宕 事實上在像 不管是日本 或者是像美國加速等等 其實講到一點 30年前幾乎就已經有這種法案 那我們今天其實 依然在落後 現在不管是不是說 2018的上市的會期 差一點點就可以 那甚至到上個 這個我們的 就5月13號的時候 也差了沒意見 那事實上是這樣講 在1990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他們 就已經有這種反跟蹤法 那2000年的時候 日本他們也其實也有制定這個 這個 這個 騷擾的行為 這個規則的 這些法例 其實相關的他們都有 那甚至其實我們也知道 其實剛才講 林教授報告很多的數字 我們也知道 其實光看數字也是非常恐怖的 其實像我們每一年 這個陷入這個 跟蹤騷擾恐懼的人數 就打8000人 那被騷擾者可能 更達25000多件 剛才也講說 那個件數不斷的累積 那而且很多這個問題都是什麼 這些被騷擾者 長期來 他們都是長期被騷擾 甚至有一半的人 都是被騷擾的期間 長達一年 甚至被騷擾 長達三年則 還佔兩成 那之前其實這個婦女基金 現代婦女基金會他們也做過調查 16到24歲的女生 每八個人中 就有一個人被騷擾或跟蹤的經驗 加害者有24%的是這個愛慕者 但是還是有三成是完全這種陌生人等等 就是說光這些數據我們都看了 都非常的這個驚悚 那更不要說那些重大的這些社會案件 不管我們之前的這個馬來西亞女大學生 或者屏東通訊行的這些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整個我們這個法治上 確實已經看到很大的問題 包括整個政府這邊 像內政部他們 或警政署 這不可以再用這個法律重疊 暗量大增這樣子來為由 因為現實你就已經有這麼多案件 你今天不只是我們立法上的這個帶路 實際上就是說這個社會有真實的 莫大的這個需求 所以這個地方必須這個法案上 或者法律體質上要能跟上 當然這一次我想其實各朝野黨派 其實共識都還蠻高的 那其實像我們民眾黨這邊 其實這個提案的版本 其實也非常跟實力就是非常的接近 就是說我們也認為說不可以再限於說 只是這個就是性與性的 與性別有關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地方我們也一直都是相關的 就是我們認為說這個範圍應該被擴大保護 才能有效的這個保障犯罪被害人的權利 另外一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認為說現在這個保護 都非常的不夠即時 所以這我們跟民團的這個想法是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認為說即時的這個法院的這個保護令 還有這更即時的強制的這個行政部分的這個警告命令 或者行政法這些都要必須跟上 其實這些都是在法治的這個作為上非常即時 而且必須要馬上有的 因為其實這些被害人其實哪有這個時間 等到他一站 而且一般的人也對於這個法律的這個知識或常識 也不見得那麼充足 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都是自己收收了很多困擾之後 才去做這些事 可是現在你在弄個法院說 還要有這個已經有這個好幾個前提這個要件 已經要有這個書面告誡 還有必須書面告誡 還有兩年內又有跟上行為等等 其實這一些其實對一般國人實在是都沒有辦法 而且甚至都是因為這些地方的這個延宕 最後造成其實更多的那種直接社會上的不幸事件的發生 所以這一全部這些區塊我們都認為說是應該今天要能夠真實的 那最後當然還有一個整個這個所謂這個被害人權益的這個保障的這個法 其實也應該跟著這個根招法這些 一併能夠被去推動 因為事實上這些我們也知道其實長期來講 被害人反而都變成弱勢 這被害人在整個國家的司法體制中都變成一個弱勢 反而這加害人我們常看到有時候是被害人還沒有遮掩 但是加害人反而每天都給他遮遮掩掩的等等 其實這些我們都覺得說到底國家是在保護壞人還是保護好人 我們都已經快非常混淆了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是正式 那今天當然我們完全是支持民團的這邊的好多想的主張 我們也希望跟我們這些民間的司法團體 各位夥伴共同努力 其實我想民眾黨這邊一定是支持大家 我們希望盡速把根招法犯罪被害人的這個保護法等相關的這個法制體系給予完善 好 以上謝謝 好 謝謝當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請民傳大學犯罪房子學系 黃文明教授來我們發言 像各位老師各位民團的代表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的學校系所是來自於犯罪房子 所以從犯罪房子的角度來講 我一直覺得跟小法就跟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一樣重要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要思考的就是第二項就是有關於第一項 設置有關於我們房子的一個推動一個小組 我們怎麼樣去教導在犯罪案件發生之前 可能有些加害人他的認知他的認知寂寞裡面不覺得他這樣是一個犯罪行為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若使若根的在我們的宣導 不管是對於我們的學校單位也好 對我們的社會單位也好 都要去明白的去指出就是說 如果你的行為舉止讓人家覺得不舒服 主管感受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stop 所以我很在意的就是對加害人的處遇的這個部分 怎麼樣去改變他的行為 少一個加害人其實少一個被害人 所以我們從犯罪房子的角度來講 我對於第四項的那個推動房子的一個小組非常在意 接下來就是要談我們的被害人 不管是目前正在推動的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也好 還是我們這個燈燒法也好 其實我們要從被害人的需求來考量 今天被害人有受驚害怕恐懼的一個行為的時候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及時去支持的話 他就會生活在恐懼當中 那他進入這個案件的時候 就我記得犯保法的修法的時候 在105年的時候我們有成立了一個 有警察單位成立了一個叫做犯罪被害保護官 其實他犯罪被害保護官四年五年了 他的成效其實老實講 連警察單位他都不知道 他們有成立這個犯罪被害保護官 然後就稀裡呼嚕的挪到了那個婦幼族去了 我也很怕這個法通過了以後 如果警察單位的認知基模 如果對於根燒的那個法律的構成要件不清楚的話 也稀裡呼嚕的到婦幼族去了 那到時候就是我們好不容易爭取的通過了這個法 結果他執行成效就是稀裡呼嚕 就有有有這個法通過 但是執行成效是讓我們存疑的話 那被害人的保護其實也是等於沒有保護 所以我對於就是行政單位警政單位 對於警察有沒有認知什麼叫做根燒的一個構成要件 其實他們要再教育 要再教育就跟犯罪被害保護官一樣 那對於被害人的保護 從他的需求不管是法律需求 心理需求生活重建的需求 跟經濟的需求 其實也都是我們要持續後續關心的 那以上報導謝謝 謝謝 謝謝洪文林教授 那我們的參與團體跟出席代表都已經發言成立了 那看現場的媒體朋友有沒有要提問的 那如果現在是沒有要提問的話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